连通管与帕斯卡原理 你知道为什么茶壶都是壶嘴高于壶深吗? 我们拿一个两端粗细不同的U型管 底部管内以一个可控的门阀隔开 在两边管内倒入相同质量而不同颜色的水 如果将门阀打开会发现水由左方流向右方 最后两端管口的水会到达同一水平面 这是由于水压与深度成正比 所以A点受到的水压会比B点大 因此当门阀开启因为压力不同 会使水从压力大的A点流向压力小的B点 直到两端到达同一水平面水压相同为止 就算换成各种形状的容器也一样 只要这些容器底部是相通的 当液体静止时 液面一定会在同一个水平面上 这种现象就称为连通管原理 茶壶的设计就是利用连通管原理 让壶嘴高于壶深 以免茶水溢出 另外如果我们以橡皮管连接两个大小不同的注射针筒注入水 针筒内水面等高 在小针筒活塞上放置砝码 可看到小针筒水面下降 而大针筒水面上升 这代表小针筒的活塞受力 产生的压力经由水传递到大针筒的活塞上 而由于大针筒的活塞面积大 可以产生较大的上推力 这就是法国科学家帕斯卡所发现的 当外在压力作用在密闭容器内的液体时 此压力会以相同大小传递到液体内的任何一处 以及容器的气壁上